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一件有运动员的这种一件拉链的衣服 我觉得特别的实用 是一个我绝对会买的款 我觉得有这个成为爆裹 你知道这种爆裹吗 是吗 我跟他们说他们多近点到中国做 做一个爆裹的东西 那你愿意跟东老师想要有故障的第一件是什么样子 就是最经典的一件大衣大风衣 深蓝色的 就这样的两排扣子那种 有个腰带那种 很多人都是这个最开始的 因为就这个最经典吧 是经典吧 走的一错错的练习了吗 没有啊 就来了就走了 对啊 今天早上彩排了一下 然后就走吧 彩排还有带来有没有人指导你啊 有什么动作吗 有没有人指导我 我想说有没有人指导我一下 没人跟我说话 都是跟我说说那个怎么样 激动吗 激动啊 开心吗 走过秀吗 没有啊 加油 没有一个人说你没走过秀 那你没有 没有 对所以 那你平时有没有看过说 应该走秀应该觉得自己有什么 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看过 看过人家走秀 但是没有想过有什么标志性的动作 也没有什么这个实践的经验 就是 就是走呗 反正就是 就是走出来呗 我也不知道 嗯 那你今天早上彩排 跟你平时上街 穿着巴瑞 心情有什么不同 挺不一样的 对 那个 平时穿衣服啊 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个性 因为这个 我觉得衣服啊 时尚这种东西很能够帮助一个人 提升这种自己的个性的美丽 与众不同的东西 但走秀呢 不太一样 因为走秀其实最重要的是衣服 我觉得不是我 所以我需要帮助这个衣服 把它走出一个 啊 时尚的感觉出来 把这个衣服 做成一个爆款 对 风雨还挺不一样的 是啊 但是不摸而不 那是中国的大爆款 对 那是那个也是这个匠孝妮啊 那特别扭的一件衣服 然后 但是跟这个 咱们这个Barberry的这个大衣 还不摸而合了啊 也是大衣 嗯 听说你这次延老婆 供下了很多自己的姿堂 那是你自己自愿呢 还是说导演的灵感 说你觉得你的衣服很适合 呃跟导演一起商量的吧 因为这个小飞谈回电影啊 小飞这个人物本来就是一个 呃跟我自己还是 现实中有些贴切地方的 对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 家里比较有钱 然后比较这个炫酷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很多服装我觉得可以 会有这个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那个 我也拿点自己的私服出来 咱们要有合适的我们就用 没有的话就没关系 然后就有一些比较合适就用上了 嗯 对 那你自己来看 比如说因为老婆娘有不少女生 觉得她们的服装也很贴近 你自己觉得女生 适合穿什么样衣服 或者是女生不喜欢 那种什么样的感觉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我没有特别的想过 说喜欢或者不喜欢 我觉得就是自信就好了 穿出这种自信的感觉 穿自己穿起来舒服的衣服很重要 对就是你可能让一个比较平时 比较走这种可爱路线的女孩 穿一个特别性感的 她自己会觉得别扭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就可能不太对 还是要合适才行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鲫哥 mom 鱞 鱼 鱼 鱼